仙术是无数修士追寻的神通 但仙界破灭之后 仙术也难得一见 普通修士一生都无法获得一门仙术 王林来到天韵宗后 被收为子系弟子 虽然争夺天韵妻子之位失败 但却获得了一个学习仙术的机会 只是这门仙术太过诡异 背后也暗藏玄机 在仙力援助中 天韵子见王林掌握了生死轮回意境 因此对其十分看重 待到天韵妻子封号之争结束后 就带着王林祭拜祖灵 并且传授仪式仙法神通 寻常弟子只能被指定学习一门神通 但王林却可以自行挑选 可见天韵子的看重 当天韵子询问王林想要学习哪种仙术时 王林沉思片刻说道 弟子想要选择生存之术 但有一口生机在 便可依止存活着 只是求证打斗 然而这样的神通 天韵子也没有 于是让王林敞开心神选择 一切都以天韵决定 只见天韵子点出一道七彩光芒 打开一扇光门 王林身子不由自主地向着光门飞去 门内无边无际 却有着3600个天韵子 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修炼着神通之术 且每一门神通都不相同 王林就看到熟悉的九转链仙诀 以及仙魔体 对于3600道神通 王林并未着急选择 而是一个个仔细观察 这里的每一个神通都非常强大 但最为厉害的 当属一个七彩天韵子 施展了神通 王林看了许久 决定将剩余的神通全部看完 若无适合自己修炼的 就选择这门七彩神通 然而 就在王林转头之时 却看到一个灰衣天韵子在席地而坐 要知道天韵子酷爱七彩之色 加上黑白就是九彩 却从未听过灰色存在 这让王林大为好奇 于是仔细观察这个灰色天韵子 但数日时间过去 灰色天韵子始终没有半点移动 于是王林打出一道静置硬爵 试探灰色天韵子 然而硬爵呼啸而出 却直接从灰色天韵子体内穿过 一阵波动过后 宁爵与灰色天韵子一同消失不见 王林散开神时 仔细地查看这片空间 却始终没有找到灰色天韵子的踪迹 不知过了多久 正在七彩剑内寻找的王林 再一次看到了灰色天韵子 于是取出仙剑斩去 但结果也与上次一样 剑王穿透而过 唯一不同的是 感应到剑王之后 灰色天韵子体内突然散发出强烈的杀机 如此变故让其余的天韵子都看向此地 随后毫不犹豫地飞到灰色天韵子周围 要将其封印起来 然而灰色天韵子一声怒吼喊出 声波就将其余3600个天韵子震退 王林之前始终认为 古神本尊的杀机很强 但灰色天韵子的杀机却强了无数倍 乃是王林目前所欲杀机最强的人 突然 王林猛然惊觉 天韵子的神通应该是3600个 但灰色天韵子却是第3601个 这多出来的一个到底是什么神通 王林疑惑不已 想要继续上前查看 缺乏发现灰色天韵子再次消失不见 时间慢慢过去 在王林的不断寻找下 又遇见灰色天韵子几次 但都是匆匆一眼就消失不见 就在王林准备放弃之时 一道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是天韵弟子 为何会来此地 听到声音 王林连忙转身 看到灰色天韵子正在身后十丈之外 王林连忙达到时来学习禁法神通 灰色天韵子略微点头 让王林施展意境 王林心念一动 生死意境瞬间出现 化作生死轮回化肘 灰色天韵子眼路惊芒 观察半天后说道 天韵让你来此 无非是为了老夫的杀戮先诀 此法乃是从一个先书中模仿而出 配合你的生死意境倒也不错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就将杀戮先诀传给你 见到王林点头答应 灰色天韵子才说道 杀戮先诀 只要出手就不留活口 你若答应我便传你 王林文言果断拒绝 就要报权离开 然而灰色天韵子根本不允许拒绝 挥出一道灰气化作一个印诀 随后说道 这个烙印就是杀戮先诀所化 生之烙印越多 防御力也就越强 老夫全身亿万烙印 即使天韵星崩溃 也无法伤到老夫分毫 说罢就将生之烙印凝聚成一枚玉剪 然后身形一动就消失不见 王林沉吟片刻将玉剪拿在手中 七彩世界也随之消散 再次回到山峰之上 天韵子看了一眼杀戮先诀玉剪 顿时面露喜色 让王林好好修炼 对于灰色天韵子不要多想 只是一句第二原神而已 王林虽然心有疑惑 却并未开口询问 而是向天韵子申请下山历练 天韵子对此并未多说 而是取出自己的令牌 让王林去一个六级以下的修真星担任使者 王林抱拳感谢之后就此离开 天韵星在七级修真国内也是顶尖的存在 但却没有太多附属修真星 整个天韵星只有五颗复星环绕 分别一天 地 人 命 运命名 五颗复星与天韵星之间有传颂阵连接 四周还有一些小星 王林此次历练之地就在地星 此星通体成土黄色 大小与朱雀星相差不多 地星上只有一个六级修真国 名为玄渊派 宗派内修士众多 老祖玄明的修为已经隐隐超过了问底 但王林并未选择玄渊派 而是旗下的五级修真国林越国 不过王林要来林越国担任使者之士 玄渊派一清二楚 少宗主许云山就在此地等候多时 只因玄渊派对天韵子的每一个弟子都有着完整的记录 了解这些人的喜好 想要结交一番 此次天韵妻子之争 王林虽然落败 但表现十分亮眼 深受天韵子喜爱 所以许云山就起了心思 想着结交一番 许云山的修为也在应变中期 见到王林之后 连忙热情上前迎接 请其前往玄渊派做客 王林此次历练只是想离开天韵宗 找到一处安静之所修炼 对于许云山的邀请也并未推辞 一路来到玄渊派 许云山招待之后 也为多作纠缠 安排一处幽静之地后就先行离开 王林对许云山颇有好感 在玄渊派居住两天后 才赶到灵月国 一到灵月国的通天塔 王林就开始研究杀戮先绝 虽然对此神通心有疑惑 但其威力还是让王林十分眼馋 然而修炼杀戮先绝 不能只靠感悟 想要真正修成此树 就需要从杀戮之中入手 于是王林离开通天塔 赶往地魔北界 此界有无数妖兽聚集 其中甚至有问鼎修为的荒兽存在 正是杀戮历练的绝佳之地 王林闯入地魔北界之后 运转杀戮先绝击杀此间妖兽 但凡被杀戮之气碰到 妖兽就会直接化作碎末消失 其体内生机就会凝聚成生之烙印 王林吸收生之烙印之时 遇到了大罗剑宗的弟子 这些人是去寻找一个 名为要经过的宝物 王林对此十分好奇 因此一边击杀凶兽 一边跟在大罗剑宗弟子身后 大罗剑宗带队的强者 乃是两位应变初期的长老 虽然察觉到些许不对劲之处 却不愿放弃要经过 因为此国乃是炼器材料 能使一切金属性之物 发挥更大的威力 剑尊林天侯背后的四把虚幻之剑 就是由此国所化 大罗剑宗之人都是剑修 因此对着要经过极为喜爱 几日之后 大罗剑宗一行人来到一处山谷 只见谷内开满金色花朵 其上接满了拇指大小的果子 两位应变长老见此顿时大喜 因为此物就是要经过 然而 就在两人准备动手采摘之时 却发现花朵之中有着密密麻麻的虫子 此虫名为九犁虫 专门吞噬修饰 只要让其吞噬足够的血时 就不会再发起攻击 两位应变长老对视一眼 就将一位身后的一个弟子扔到花朵丛中 眨眼之间无数九犁虫就钻入此人体内 眼见大部分九犁虫被吸引之后 两位应变长老再次命令一人去摘取药金果 殊不知这一切 都被尾随在后的亡灵看在眼中 并且在图丝的记忆中 这要经过乃是精灵根 有五行元金所化 若是将其吞下 可以使肉身变得更加坚硬 并且在亡灵沉思之时 闻兽也表现出对此物的渴望 于是在大罗见宗长老动手之时 亡灵就缓缓显出身形 两人一见有人来此 顿时面色阴沉地询问来者何人 另一位长老则一言不发 因为他知道王灵绝非瞻前顾后之人 今日很难脱身 与其废话不如先下手为强 虽说二人联手 但以应变初期修为战应变中期 很难有胜算 想到此处 这位长老直接取出一杆小旗 放出几个巨大血手印向王灵杀来 另一位长老见此 也不再多说 一咬牙就紧跟其后冲来 王灵神色如常 直接施展出寂灭纸 一纸之下万灵枯荣 山谷内的所有杂草都全部焦黄 血手印在寂灭纸下纷纷崩溃 并且将小旗内的血气全部吸收 大罗见宗长老顿时受到反噬 喷出一大口鲜血之后 转身就逃离此地 许立国直接从仙剑内冲出 狂笑着追杀上去 另一位长老也想逃走 却被王灵盯住 无奈之下 只能奋起搏命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徒劳 最终这位长老也隐恨当场 其余大罗见宗弟子四散而逃 王灵也并未理会 开始采摘药金果 并且从这些果实之下得到了精灵根 文兽兴奋地撕鸣起来 王灵将精灵根一分为二 一半给了文兽 一半给了雷瓦 两只受宠吞服之后 盈盈有了蜕变的征兆 王灵将两只受宠收起之后 杀入地魔北界深处 带到杀戮先决小城 王灵才离开此地 向着东海方向飞去 因为东海妖灵之地 即将到了开启之日 那么 东海妖灵之地到底是什么地方吗 王灵又会在妖灵之地获得什么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精彩继续